驚險瞬間直擊 貨車司機在新北市新莊下車卸貨的時候 沒有拉好手煞車 當地又是斜坡 結果就一路逗退路往下滑連環撞 最後衝進民宅才停下來 總共有7輛汽機車遭到波及 還有乘客受傷送醫 撞擊巨大聲響也嚇壞附近民眾 路上衝出一輛貨車一直逗退路 速度越來越快 先撞上直行車輛 下坡路段撞了一台又一台人 擋不住貨車繼續衝 最後倒楣的是這戶民宅 絕對不是倒車入庫 連環撞巨大的聲響 嚇壞附近民眾 現場真的很慘 貨車卡在民宅倉庫 田船門被撞爛不說 機車也被擠壓變形 算一算這一撞波及7輛汽機車 先撞到一台土車 然後之後就連續撞 到那個轉角的時候 也有撞到一台汽車 然後他過去的時候 就是整排摩托全倒 然後就直接衝進去 然後他剛好是流下來 然後整排就大家都嚇死 他們就這樣無沙沙 那算是會飛騰 那這麼恐怖 三聲啦 那兩台車 還有一安的 這台比較恐怖 很大聲 新北市新莊雙峰路6號下午1點半左右 貨車司機正在連鎖超時卸貨 沒拉好手刹車就下車 停的點又在斜坡上 車子一路倒退路到處撞 附近店家說這裡是大斜坡 車禍真的很常見 因為它這個斜坡太斜 就加上它這個紅綠燈不是定時 就像正常的紅綠燈 很容易就蹦蹦蹦 被撞的轎車 有乘客就坐在右側 造成他又比受傷 司機粗心沒拉手刹車 不只要負擔醫藥費 其他車損賠償金加一加 恐怕更讓他心痛又後悔 記者王家黃浩宇 新北廠航報導 疑似雷急導致公僚起火 昨天晚上南投一處無人的農用公僚 突然起火 由於在室內存放著大量的紙箱 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最後消防人員找到了起火店 成功撫滅火事 而另外在花蓮 則是有民宅火警 延燒旁邊的四棟建築 其中一間存放著大量的金紙 還有爆竹 也造成火事迅速蔓延 農地公僚突然冒出熊熊火光 還有陣陣農煙 消防員到場赶緊灑水灌灸 那間是放什麼 很酷呀 公僚內部存放大量紙箱 造成現場燜燒 6號晚上南投縣埔里 一處農用公僚起火燃燒 屋主推測可能是下午多次 雷擊造成 看到雷擊的痕跡嗎 因為現場工僚已經全面燃燒 屋頂也塌陷 不太明顯 我們還是需要有 我們火災監視小組人員 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採損粗估30萬元 不過令其在花蓮地區的火警 則嚇壞居民 農煙竄出 伴隨爆炸聲響 消防員趕緊灑水灌救 但黑煙不斷從屋內冒出 花蓮副里鄉中山路6號傳出火警 燃燒四間屋設 其中一間還是金箱鋪店 存放箱紙 金紙 還有爆竹 好在這起火警沒有人受傷 金箱鋪 那金潮它是副里分隊列管家案的場所 那它的爆竹煙火未打管制量 現場出動近百位打火弟兄 火石在炎日庫暑下 燃燒近六個小時才熄滅 但詳細起火原因為何火調還要釐清 接著綜合報導 有駕駛經過國道3號三陰路斷時 前方修旅車載運的塑膠板沒有固定好 十幾片的塑膠板到處亂飛 甚至蓋住它的擋風玻璃 嚇了急忙減速 還好沒有釀成事故 另外在草屯交流道附近 則是有大貨車 也是沒有把載運的鐵架跟鐵板綁好 掉落在路上 嚇死還嚇車在車陣當中冒險简實 嚇壞其他用路人 兄弟車開過去 十幾片塑膠板瞬間飛散 碰得一聲直接砸向擋風玻璃 駕駛嚇到放聲大叫 塑膠板整片貼在上面 連路都看不見 駕駛趕緊穩住 打燈放慢車速 開雨刷試圖把塑膠板移開 地點就發生在國道3號三陰路段 驚險畫面PO網 一票網友替駕駕駛把冷汗 直呼真的會嚇死人 還說根本是在和死神搏鬥 非常危險 因為我事先整個被擋住 唯一能做就是 盡量讓車子穩下來 然後希望後面車子不要撞上來 好在最後塑膠板掉落 也沒釀成車禍 不過車頂塑膠板沒固定好 必須挨罰 將處罰新台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八千元以下罰完 而在草屯交流道附近 這個畫面同樣讓人冷汗直流 原來大貨車帶著鐵架鐵板 沒綁好掉在路上 駕駛居然冒險下車 撿完一個馬上躲回路間 甚至有時才剛撿完 一台車立刻開過來 車陣穿梭簡直是在拿命開玩笑 載運貨物沒綁好 同樣可罰到最高一萬八千元 國道車速快 要是不慎砸傷人車 可不是罰緩就能輕易了事 記者新北南投綜合報導 苗栗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18歲的男子騎機車要去上班 毀了閃避前方右轉的自小客車 不慎撞上路邊電竿 別人帶車摔進田裡傷重不治 而另外一個驚險畫面 發生在新北市 騎士雙载 後方乘客疑似沒有坐好 直接往後仰 四腳朝天摔下車 相當危險 18歲無形男子騎機車要上班 突然前方叫車 要右轉 為了閃車 他不慎撞上路邊電竿 連人帶車噴進田裡 巨大的撞擊聲可以想見撞擊力道 再看一次這畫面 五星男子騎過來為了閃車 不慎撞上電竿 男子與機車都翻落已放水的濃地上 機車甚至在空中轉了兩圈立在田裡 靜曉趕到現場 他已經意識不清 小方人員踩在水田裡救援 男子傷勢嚴重 左腿也骨折 緊急送醫還是宣告不治 車禍現場一片凌亂 附近民眾來看電線桿 被撞出一道痕 事發在六號 下午三點左右 願領政府田裡線到一百三十號 無姓男子騎機車上班 五十五歲的駕駛開車要右轉 為了閃避 無姓男子翻落田中 雙方駕駛均領有有效駕照 均無飲酒情形 詳細噪音 暫帶釐清 另外一個驚險畫面 發生在新北騎士雙載 後方乘客疑似沒坐好 整個人往後仰四腳朝天 摔下車 網友說他瞬間成了在地人 還好摔落時 後背包多少有點緩衝 後方機車有停住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綜合報導